早晨 今天是2024年2月27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关大政券 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雄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Kimi 今早大事有什么焦点 今早大事的焦点 当然大家要看着港股 可不可以首转16,600这些位置 因为今天就是期指结算 另一方面 今个星期 大家要留意美国在外汇环境 会公布PCE的数据 而业绩留在港股方面 将会有港交所 甚至百度都会公布业绩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下载香港经济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向下 官网PCE等多个大型经济数据 美股三大指数星期一高开后反复偏远 道指收市跌62点 收报39,069点 标指跌19点收市 收报5,069点 纳斯特克指数跌20点 收报15,976点 欧洲股市个别发展 德国DEX指数靠稳 纳斯金融中国指数亦是上升0.7%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Tesla反弹4% 一度重上200美元流上 收市报199.4美元 苹果连跌第二个交易日 再跌0.7% Google跌幅要超过4% NVIDIA一度重上800美元流上 收市升幅收窄到0.4% 微软微跌0.7% 以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忙股ADR 个别发展 阿里和百度都比本港上收市为高 阿里折合74.8号7 而即将公布业绩的百度 折合108.02港元 比亚迪比本港收市高出超过2% 汇控比本港收市略低 理想的业绩理想ADR大升 比本港上收市高出1.5% 阿泰区外围方面日经平均指数继续做好 日本股市现在升154点 日经到39,387点 首业综合指数向下跌5点 升来普通股指数跌16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跌81点 而新加坡交易的港股克企 现在和大家跟进下最新的情况 变动也不算是很大 恒指大概在16,600点左右的水平 现在升至50点左右 稍后队员盘盘和大家跟进 现在和阿Kimi聊一聊 未来美国星期四会公布重头戏 就是PCE数据 市场预期PCE按年的升幅上升2.4% 比起上一个月的2.6%有所回落 这个数据是连跌第四个月 按月的数据就要进一步上升到0.3% 而购除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核心PCE 就会连续第六个月回落到2.8% 但按月的数据预期亦会出现回升 现在利率市场期货最新的数据显示 预期五月减息的机率进一步跌到不够20% 预期六月减息的机率大约是五成左右 但比起一个星期之前还是下跌的 更多人预期六月份息后也会继续维持不变 通胀现在看到有反弹势头 或者可以说是在高位横行 这个通胀的数据有没有机会令到联储局的减息时间表 再一次去退后 有机会的 因为其实在这个星期 我们在等待PCE数据之前 之前也看到在一月份 已经公布了一个通胀数据 明显看到通胀数据在美国各方面有一个反弹的迹象 另一方面 大家都看到 美国十年期的债息 已经重上4.1% 留上这些位置 每一次大家看到 如果十年期债息重上4% 留上这些位置 亦都会显示 市场是对于美联储可以减息的机会 在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所以刚刚Wendy也有跟大家说明 就是最新的利率期货显示 其实现在减息的时间表 已经推迟到有机会去到下半年 甚至第三季到头才开始有一个减息的空间 第二件事 如果大家有留意 美国的两年期和十年期的债息拍卖方面 那个需求是非常之低 所以显示其实市场觉得 现在暂时都没有太快的机会 是会有一个减息的空间 所以暂时对债券的需求 都是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会看到最近资金是流向其他一些资产 譬如可以看看油 我们一会儿可以再说一下 甚至加密货币 因为亦看到加密货币昨天再度上升至接近Bitcoin 53000至54000的水平 刚才提到减息的时间 你觉得有机会进一步推迟到第三季 对美股的投射方面 是否你们觉得会在高位横行再延续一段时间 是的 如果你问我是否完全看淡美股 真的没有人敢完全看淡美股 因为我们美股只可以看淡 但是不可以对它做一个put那方面的情况 因为始终美股的走势非常之强劲 但如果美股三大指数 我会跟大家说 小心纳指的回调会比较快一点 纳指虽然已经上到16,000点这些水平 再创年内的新高 但它暂时都未创历史的新高 只不过是到瓶斯工业平均指数 和标普500指数已经创历史的新高 现在对比起历史新高16212这个位置纳指 其实还有大概0.4%升幅就已经到 不过去到这些位置 连到英伟达NVIDIA都公布了业绩了 其实现阶段我们会将业绩期 去到中港市场 因为未来都会比较多 中港市场中会公布业绩 三月份也会有京东 JD都会公布业绩 所以其实现阶段大家会将美股的焦点 放回数据周 就是今个星期比较重要的就是PCE的数据 去到二月底 差不多三月头又会再炒美联储的议息会议 所以现阶段我们都会觉得 美股的一些纳指方面的高位回调的状况 是有一个风险存在的 所以大家现阶段都要小心 我也有看最近一些科技股 尤其是纳指方面 就是旗权仓的部署 其实由英伟达公布完业绩那一天的时候 都差不多有接近60%的一些 旗权仓好仓在纳指已经是平仓离场了 是以七个月以来最快的速度是抛售的 所以明显市场开始炒美股 转了一些传统的版块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一些传统的版块 比如迪士尼、DIS这一类版块为主 不是的 刚才你也有提及NVIDIA 业绩之后就急升了一天 之后有一个升势回信的情况 AMD昨天也是下跌的 看到AI芯片相关的股份 好像有透透气的情况 但刚才你说到 加密货币昨天也有一个不错的升幅 以及相关的股份其实也炒起了 比如挖矿相关的marathon 急升了两成 还有货币交易平台Coinbase 也都升了一成六 比如说大家在资金轮动的背景之下 比如说这些加密货币 或者加密货币相关的股份 你觉得现水平是否值得买入 还是已经去到太高的水平 我觉得现水平是值得继续买入的 除了刚刚Wendy跟大家说了 Coinbase、Marathon这一类的股份之外 还有CRSK 它也是做一些挖矿类相关的股份 所以如果在美股方面 想找回相关的虚拟货币 比特币的板块可以看这一类的 CLSK这一类Clean Spark 也是做挖矿相关的 昨天也大升超过23% 现在盘后也升超过1% 所以这三类股份 我会建议可以继续去高追 第二样东西 看看比特币整个走势 我们看看比特币对USD的走势 其实已经看到比特币从上54,680点这个位置 突破了下行轨道 一枝很大的阳烛上去 今晚的关键点就是看 如果比特币上到56,000这个位置 是有机会挑战6万点这个水平 如果在港股方面 当然可以留意3066 这一类是track着虚拟货币 南方比特币的ETF 暂时开盘前也看到大升超过6% 好 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们先看看港股上日的走势 再开一个图 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是年跌第二个交易日 不过高低波幅是不够200点的 恒指昨天低开40点后 一度是转升135点的 收市跌了91点 收报16,634点 国子跌41点 收报5723点 科指跌6点 收报3393点 全日成交缩减到800多亿左右 内地物馆股亦试做好 收市涉升4-5% 中海油再创新高 北水继续录得正流入 金额缩减到176,000万 正流入最多的是中海油 金额有9亿8,000万 想汽车有2亿5,000万的北水证流入 美团有1亿 腾讯有2亿6,000万的北水证出 资金额 Egyptian bin 更组了 公行和建行品分别有超过1亿 其高台的北水证流出 和Quémy谈谈过大事的情况 现在就向上 站在一条50天线大流上也算稳 但向上来说 就继续受制于一条100天线 是不能突破的 昨天成交仍在一步减少 现在两会在职及不少业绩会公布 我们看刚才的技术指标 在一条100天线增持 但如果看过保力加通道 其实现在就回到那条上线 你看到未来的区间会如何走 3月就踏入3月 两会就开幕了 会不会说未来你们也会继续有政策憧憬 是 一定会有 因为大家看到由农年开盘 1月到2月都看到内地推出一些刺激经济的措施 都不为余力 我们也看到2月5日宣布降准 甚至LPR方面减息等等的措施 都完全是支持一个市场的流动性充裕 特别看到内房的板块是会有一波的刺激 但暂时市场都会比较担心 就是内房一些的楼市交投方面 都要再观察一些数据是否有一个回复的迹象 但我们其实自己光大 我们也是第二季度 反而将一个股票的焦点放到中港市场 我们也会建议去到1QE加 差不多英伟达公布完业绩之后 要慢慢开始减持一些 AI美股相关的仓位 反而应该要低位留意中港股市的表现 其实昨天理想汽车的业绩 已经做得非常好 其实明显是显示中港有不少的股票 他们的业绩做得非常好 不过可能是个信心的问题 以及资金之前流出比较多 所以成交量炒不起这个股价 反而第二季度就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第二季度我们将焦点放在美股方面的数据周 大家会找一些低估值的AI板块去炒 有机会回到港股方面 所以我们会建议这阶段 开始部署第二季度的中港市场 至于港股走势方面 17,135点是一个比较大的阻力位 留意今天期指结算 其实已经见到由上个加历日 上个星期五到昨天 你会见到恒指的走势 是16,600至16,700 再突破的机会不太大